不回家是常態 回家是奇怪 按照党的安排来做 成了一个货水 你才有资格去谈选举嘛 拽选举 我只讲一句话 莫忘初心 总统行程走透透 你会不会选2024 2024 你的答案是 今天头版头就是你 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看到一堆的议员上前去 都不是关心你的市政 都是绿色的议员包围你 说要你签承诺书 做好做满声明书 那表示说 虽然你自己认为 要专心于市政 也还没有正式开始竞选活动 但是大家在政坛上 关心的焦点 就是你又不要参选的问题 然后要不要去选2024的问题 所以在议会 你这份声明书 还是没有钱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现在是第三届的市长 我的任职还没结识 我还有大概有三个多页 我还没结束 这三个多页不是不能做事的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最重要 你四年前曾经答应过 脱离一票的选民 要做哪些事 我们要做好 这个时间还是 我一不断地去反省 我还有哪些事没有做好 我要不断地赶快把它补足 做好 才现在就是我最重要的时刻 其实我现在最重要的时刻应该是说 在冲刺阶段 对选民的兑现的这个政见 我再冲刺阶段 希望把它冲刺做好 那因为我现在是市长 当然你把市长角色置货 就像我也是从基层的刑警做上来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市长 自己觉得 哇 我就好好做事情吧 我也没什么好可以说 听说你行程很满 我行程大概一早排到混乱 有时候像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办法回家 我以前我当警察的时候 不回家是常态 回家是奇怪 所以现在已经不错了 享受更多的回家时间 但是回去的时候 大概就是睡觉时间 所以一早出门的时候 别人还是在睡觉 所以我家里都说 是我的饭店 就回家睡觉而已 其他都不 所以我医生 只有一件事 只做一件事 就工作 再工作 好好做工作的事情 其他都没有我的事情 所以我其实我很单纯 就把事情做好 你要我去说东说西 说那些说这个 我也不会 我也不想 我觉得你就好好做事情 你现在做市场 你不赶快 事情做好吗 那也是要算计 选举的倒数时间 也慢慢低进了 有没有规划什么时候开始 陈静权总部开始跑 因为很多人在替你说 担心的说 虽然民调现在非常好 当然民调很好 但是呢 你再跑选举行程 这个相关的准备 目前是还没有开始 那所以你自己准备什么时候 要真的开始 我想有一部分 我是要按照 党的安排来做 正式在 全代会提名 全代会提名 我正式有这个身份的时候 当然后续上 我还是会按照我的旗程 来做准备 选举的事 但是选举 绝对没有市政 在现阶段重要 所以现阶段还是要把市政做好 那选举会按照我的步骤 去进行 等于全代会之后 正式提名 现在全代会之后 我成为一个候选人了嘛 国民党提名我 我成为一个候选人 你成为一个候选人 你才有资格去谈选举嘛 那当然谈选举过程当中 我还是要碰到很多市政的议题 试一下 因为你在选择上 你还是要把市政先优先嘛 先把市政问题 还是要先解决嘛 等你成为正式的登记 为候选人以后 那当然选举跟市政 可能在之间 你在旗舍上 虽然会以市政为优先 那有部位你就必须要去考量 要不要去做选举 去帮助很多人嘛 还是帮助你自己嘛 或是要只是跟大家搭 很多的市政的工作的 理念相符合的候选人 一起来为一个地区做好嘛 比如 日记什么时候开始会请假参选 最后一个月吗 其实 我想也没有那么快嘛 我也不知道多久 因为我总觉得 因为我是希望我把我的市政 顾好 顾好 那是我的本嘛 其实政治 我不懂 但是我政治 我大概可以看得到选民投你一票 他是要你好好做事情 好好做事 他要你的是把事情做出来 所以选民对你的认识是 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好 让他愿意 再支持你 或者提出你更好的证件 给他未来有希望 他就会支持你嘛 不管是你是竞争者 或是现在 在联任者 你就好好把事情做好嘛 所以林嘉隆急着问你 你会不会选2024 民意党的议员 在议会报为你 也是急着问你 2024 你的答案是 今年是2022嘛 明年2023嘛 没有人问说 2024是谁 未来谁做什么 或不做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把握当下 尤其我当刑警出身了 枪林带你长大的人 进去能不能出来 我进来跟我们同人讲 这一战打完 下一战我未必成功 所以每一战 我都会检讨自己 就算成功也要检讨 因为那是我的生命 也是同人的生命 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经常说 这是我的生活工作习惯 告诉我自己 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 你就好好努力做 不然你下次 没有机会让你做 不然你没有 明天没有机会 就让你做了 你要好好做 不要以为明天就有时间 有机会再让你做 你看 四年前 还不到四年了 一晃就要检举了 好像是昨天的事 我看你一看 我十五年都没有变 那也是昨天的事 人生岁月 不留痕疾 很快就过了 好好把握当下 合着 讲到对手林嘉隆的困难 他的确是党军要很晚很晚 才让他提名参选这个地方 光要走遍新北市乡镇 就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这个我也不能不配 我说 这个要把它走完 在短时间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不过 这段时间要走到走遍都不太可能 我是觉得就尽量 尽量去了解新北市 那他关心你都是 关心你说 那你跑到宜兰去 不是为了 没有啦 我去宜兰去 为了要总统行程走透透 不是 我去宜兰其实很简单 因为金山万里 我们有大屯三系的温泉 那也有地热 那最近很多的业者来申请 我合了一张 要开发地热 你知道我们现在国家的能源危机 光靠力能 我们太阳光电 风力发电 我都做了 那地热我能够进一份 我就去拼嘛 所以我只能别人 我要知道地热在商转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附带的产业价值 宜兰第一个商转的是 清水地热公园嘛 那地热公园它做得很顺 也很成功 我去了解一下 它占地的面积 影响的范围多大 那我们通过以后 我们怎么样 借别人的例子 我们把它做商转 把它做得更好 让我们金山万里 除了有能源以外 还可以带动更多的观光休闲产业嘛 这是我去的目点嘛 其实我很简单 就是市政嘛 寺庙在这里做得很好啊 很实在啊 它话虽然不多 就像我们隔壁林区的大姐 但是它很务实啊 它也做得很不错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种 不同多元的重复的 不同的角色 像您是市长 但您也是国民党的 这个提名的候选人 然后您也是国民党党员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顾到了市长 那你在国民党的党员这个角度 或者是市长的提名人的这个角度 难道就没有意见可以表达 没有可以帮这个一起的努力空间吗 我其实我想的还是用国家人民的角度去做思考 国家人民才是我最重要的 为什么 一个能源的政策的配比 是让大家经济能够发展 产业不断电 民生用电不可欠 但现在不缺电吗 现在就是缺氧啊 所以这问题是中央政府要去面对 地方政府就提出了 你要如何去处理核汇料 如何去做好这些事情 你当你中央就要赶快积极去面对这些问题 然后提出更合理的能源配比 让整个国家的运作 不会因为缺电而受到阻碍 这才是最重要关键 地方政府当然可以反映地方人民的声音嘛 那你国家的政策你要怎么样定位讲 你要把它讲清楚嘛 让人民有信心嘛 这才是我们要的 每一个人面对党派的议题 之前就要面对国家人民的议题 就像我出来写一句 我只讲一句话 莫忘初心啊 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莫忘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